国内新冠疫情连续5个星期下降 而且连3天单日确诊人数低于2万 从数据上来看是符合指挥中心设定 第一阶段口罩解禁的标准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说 最快下个星期有望可以放宽口罩令 国内新冠疫情趋缓 15号本土确诊案例18558例 已经连续5周确诊数下降 指挥中心从数据上解析 BA.5疫情结束 至于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稳定 看来达到口罩规定松绑条件 那要达到这些条件 希望它是很确实的 那所以说希望能够再观察一下时间 观察一些时间 那再做这个决定 指挥中心日前提出口罩令松绑的三大要件 分别为单周新增病例低于15万例 单日新增个案2万例以下 以及观察冬季流行病况 但另一方面指挥中心也观察到 日韩两国解除口罩令后 疫情反弹升温 在松绑前还需审慎评估 不过目前不排除下周宣布 第一阶段户外口罩令放宽的可能性 这边也做一个宣布就是12月1号起 那我们调整入境总人数 从每周25万到20万人次 另外指挥中心也取消针对24类场域工作人员 每周快筛的规定 包含学校未打满3G的学生及教职人员 未来出入校园不必每周强制快筛 还有111选年度在学学生 扩大发放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以及国小学生 每人5G免费家用 抗原快筛试剂 而快筛试剂会直接配送到学校 再由学校发放给学生 预计中低收入户学生 最慢在月底前就能领到 进行商场会台中自宏报道